约翰福音四章一至十五节 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 比施洗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营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旭家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 先生 没有打水的气气 井又深 你从那里的活水呢 我们的祖东雅各江 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圆打水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被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了 岂非这就是基督吗 这一段圣经记得是顶西奇的一件事 就是主对一个顶不道德的女人讲道 这个女人也竟然归向了她 她 主 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旭家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三至七节 请注意 这里说 在五正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来打水 众所周知 五正是十二点的时候 主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在这井旁歇一歇 就是这样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来打水 独旧约打水的时候 总是一大群女子 并且若不是在早上 就是在快晚的时候 但是在这里 正是太阳当空 天气最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来打水 难道她没有同伴 没有灵舍吗 没有别的女人 和她同来打水吗 的确 她没有一个同伴 也没有一个朋友 这张书的后面 把她的历史说了出来 她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女人 在许多女子的心中 她是一个罪人 一个污秽的女人 不能同她一同去打水 不止人怕她 她也怕人 对她直直戳戳 所以 她只好在五正的时候 一个人孤单地去打水 但是 她来到井旁打水 又碰见一个孤单的人 她孤单 被人咽弃 她也是孤单 被人咽弃的 她孤单 是因自己的罪 她孤单 是因人的嫉妒 所以 她只好回家里离去 哦 当这一个孤单的罪人 碰见这一位孤单的救主时 她得救了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七节 这是一个清静的表示 多少时候 你怕神 但你不怕一个 像你要水喝的人 你想 神不知多高大可畏 但是 如果你知道 这一位孤单 疲乏 流汗 也像你一样 孤单 疲乏 流汗的就是神 你就要信了 主在这里 是同人有友谊之情 是可清静的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她 她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九至十节 撒玛利亚妇人所以那样说 是因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主所回答的是 你若知道这两件事 一 神的恩赐 二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就必早求她 她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世界上的道路真是崎岖 最海的风浪也真是多 但如果你知道这两件事就好了 神的恩赐 神从来不卖东西 恩赐 一级送人的礼物 神的东西 总是送人的 你要就给你 你不要就不给你 神所给人的 都是这样 不止灵性上如此 就是物质上也是如此 神给我们太阳光 没有要过钱 雨水从天降下 也没有要过钱 你要得这灵性的满足 也是一样 若做一本书是费事的 但你接受一本书并不费事 预备一餐饭是花时间 但你吃一餐饭并不花什么时间 制造一件衣裳是费功夫的 但你穿一件衣服并不花什么功夫 今天在你里头如果有忧愁 环境如果把你压倒了 你如果要得着满足 就立刻可以得着 不必做什么 是他来给你什么 哦 神的恩赐 都是白送的 他从来不卖东西的 在路加福音里记得那个浪子 当他饥饿的时候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世界的原则就是这样 有就有 无就无 一还一 二华二 魔鬼的原则也是如此 世界从不白白送你东西 若是实在没有 也得把灵魂给他 但是 有一个地方肯给你 就是在父亲的家里 他曾对他的父亲说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了 后来 他回到父亲的家里 吃的饭 是他当吃的吗 穿的衣裳 是他当穿的吗 不 现在都是恩典 因为他当得的 他都已经花尽了 神拯救人的方法 是他白白送给你 不是你给他做多少 乃是他给你做多少 许多人想 我如果能做好 能多多祷告 也许神肯把他的东西给我 这都是你商业的思想 神从来没有这样 神的恩赐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有谁还不明白 怎样就得救 让我告诉你 你接受神的儿子就够了 有一个女人说 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好 盼望神可以救我 我告诉你 这是地狱的祸音 圣经是说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只要你求 就得救了 圣经也说 信的人就有永生 只要你信 就得救了 这是神的福音 如果靠做好 才能得救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人 都要沉沦了 神所拆来的基督 我们不只要知道 神的恩赐 也要知道 这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今天被人反对的基督 就是神的恩赐 被许多人所说 私生子的耶稣 就是神的恩赐 这一位疲乏 坐在井旁的 人所看不起 不肯敬拜相信的耶稣 就是神的恩赐 下地狱的人里 信神的很多 头一个 就是魔鬼 他也相信有神 地狱里的每一个人 都信神 但是 没有人信耶稣 这一位卑微的 被人说是私生子 是罗马叛徒的耶稣 就是神的恩赐 你如果认得这位耶稣 就必定求他说 你就是神的恩赐 求你给我活水 使我给这满足 得活水的方法 你就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什么样的人能得活水呢 只有求的人能得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只要你肯求他说 求你给我活水吧 你就必定得着 我在许多的地方 已经看见许多的人 只向神说一句 神啊 你救我吧 就得救了 圣经里记着 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污秽的税吏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他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的祷告 没有五分钟 他这一句话 再说长些 也用不着一分钟 主耶稣却说 这人回家去 得称为义了 换一句话 这人得救了 这人有永生了 主在这里说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你若已经求 你就已经得了活水了 不是我们做 乃是神做 不是靠我们的工作 乃是靠主赎罪的工作 不是我们如何 乃是主在神的面前如何 女人的难处 这女人怎样做呢 他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那里得活水呢 他有两个难题 一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二 井又深 这是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想的 哦 要得以活水来解我的渴 但是这活水的井 不知有多深啊 岂是手所能摸着的呢 我盼望得救 得永生 得圣灵来解我的干渴 但是 井多深 活水就离我有多远 得救也不知离我有多远啊 请听神的话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你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罗十八杠九 这里是说 这道离你不远 就在两个地方 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 你就得这活水了 这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十三节 世界有美好的 但就是 把它最好的给你 你还要渴 世界所给你的 都不过是暂时的 所以 你就是喝了 你还要再渴 你喝了一杯酒还要喝 看了一次电影还要看 吃了一回大餐还要吃 得了名声 又想金钱 得了金钱 又想一个好的家庭 有了好的家庭 又想好的子孙 有了好的子孙 又想长生不老 世界所给你的 喝了还要渴 你从世界接受了一次 不过叫你下一次还要 主说 凡喝了这水的 还要再渴 这水是什么水 就是世界所能给人的一切 是能够暂时 使人满足的 属世事物 但是 世界不过在你里头 挖一个大的度量 叫你喝了还要喝 有人想 我在学业或事业上 有所成就就够了 但其实 就算这些叫你有所得着了 也不过是一时的满足 并不能叫你不再渴 人总是觉得 梦想成真 就会心满意足了 实则不然 不是一种政权的势力 能叫人的这满足 不是一个优越的地位 能叫人的这满足 这些都不过是虚空 都不会叫你 喝了不再渴了 活水 如耶稣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十四节 为什么喝了主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呢 因为主所赐的水 到你里头去 要变成一个全员 一直流到永生 这是主所给我们的 一切从外头来的 都没有用处 因为从外头到里头的 不能叫你得这满足 我们所缺乏的 乃是里面的满足 你若接受基督 他在你里头 要成为全员 叫你天天的这满足 有一个人到医生那里 去看病 说做人做的一点意思 一点盼望也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查验了一番医生说 你一点病都没有 他问那该怎么办呢 医生说 你应该找快乐 常去看某小丑所演的戏 他很会让人大笑 叫人快乐 他说 我就是那个小丑 虽然我能叫别人笑 我自己却不会笑 真的 世界能给人的 都不过是如此 但是 在教会里 为什么有人 失去了一切 还能那样快乐呢 不是外面的环境好 不是物质的生活好 乃是因他里头 有意满足他的 就是基督 有的传道人 到孤单的海岛去 和土人共生活 有时一年 只能得着外面一封信 比看灯塔的人还苦 他们怎能快乐呢 因为他们里面 有一样东西 能叫他们唱诗 能叫他们说 阿里路亚 我也可以说 我虽不懂音乐 但我要唱诗 我虽不会唱诗 但我要说阿里路亚 我曾说 我们不爱世界 并非因为厌世 也并非像年老的人 历史构深 不能享受世界的福气 所以不再觉得有滋味 我们基督徒胜过世界 是因为已经喝满了 喝够了 这些算得什么呢 因基督已经满足了我的心 世界就落下来了 女人的得满足 夫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十五节 这女人现在求主了 她明白吗 一点不明白 但她这样求 如给不给她呢 如总得给她 因为主已经说了 你必早求她 她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魏克斯先生说 这女人就是这样一求 她就得着了 不是说你头脑明白就算得 乃是你照着她的话求 她就不能不给你 那夫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 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岂非这就是基督吗 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应当一做这起步 就是基督吗 岂不是 即就是了 在文法上 凡用起不起头的 她底下的答案 就必定是正面的 这可见得她 已经得着了 她虽一点不明白 虽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但是 她认得这一位 就是基督 所以 她够了 今天在这里 不知有多少人 是疲倦口渴的 但是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一信她 一求她 就好了 魏克斯先生 讲一故事说 有一兵舰 停泊在某处 有几个水手 上岸到几个女教室 那里去听道 有一个水手 听了就信了 回船后 夜里 她就跪在床前祷告 这人的绰号 是老七十 平日在同事中 是最爱出花样 同人耍闹的 她今天跪下去祷告 同伴就说 你们看 今天老七十 又出新花样了 她也学一个 基督徒祷告了 于是就一个个地 将鞋子摔到 她的头上 嘲弄她 她并不理他们 他们说 你们看 今天老七十 装的真相啊 她起来告诉他们说 我已经信耶稣了 他们不相信 越发说 你装的真相 第二天 老七十碰见 一个初信的基督徒 就告诉他 自己已经信耶稣了 那人说 人一信耶稣 必定在里头 就觉得平安快乐 如同上了天堂一般 你是不是如此呢 她说 我并没有这样觉得 那人说 那么你的相信 有些靠不住了 她就快去找 那几个女教士 被他们说 你们说 一信耶稣就得救了 这话是不对的 因为人家信了耶稣 觉得非常的平安快乐 怎么我一点都不觉得呢 女教士回答说 我不问你 绝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我只问你有没有什么不同 她想一想 停了好一会儿 跳起来说 有 有不同 我平时在船上 比他们闹得更厉害 但是这次我回到船上 听见同伴所说的那些话 觉得真刺耳 真误会 平时 我不打他们就算好了 如果像昨夜那样 用鞋子打我 我早就大发威风了 但是 我昨夜并没有发怒 反而觉得他们很可怜 是那样的无知 女教士说 好了 你绝不觉得有改变不要紧 只要你有改变就够了 哦 朋友们 如耶稣 能满足你的心 如果你今天肯给主说 主 我相信你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你就得救了 天地会废去 主的话是不会废去的 你不觉得不要紧 只要相信好了 是先信而后觉得 不是先觉得后信 是信后 有平安快乐 不是先有了平安快乐才信 你不信 我 你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